大家好,我是小木头 在过去半年,我们做了大量关于AI的技术分享 今天分享一款API服务,Neutrino AI 它解决了在我个人的学习和分享中 一直期望得到解决的两个问题 一个是获取Cloud API的访问 一个是主流开源大模型的访问 Cloud API的申请呢,我已经提交了蛮久了 但一直没有获批 现在我所分享的呢,这个就是API申请的表单 Cloud会要求申请者提供像电子邮件 个人的名字,国家,公司或组织名 以及网站等等信息 还需要填,比如希望用Cloud来解决什么特定的任务 用户的use case是什么等等这些信息 所以我觉得它可能会倾向于给API 到一些商业化的产品项目或组织和机构 总的来说呢,我就是还没有获得 因此呢,Neutrino AI呢,也帮助我解决了API访问这部分问题 另一个呢,是大模型 个人部署开源大模型 部署的时候如何去管理成本呢,也是一个问题 因此呢,Neutrino AI也帮助我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就不需要去关心或操心 开源大模型的部署 资源的成本 每个月的账单 我能够用非常经济的方式就能够访问这些大模型 因此呢,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Neutrino 这款产品,以及它的API如何使用,后台是什么样 我们先来看看Neutrino AI究竟提供了哪些产品 它的产品呢,可以从官方网站的products这里看到 两大类,一个是model gateway,一个是smartmodel router 也就是模型网关和智能的模型路由 它所提供的服务主要是帮助我们智能的介绍提示词 或查询路由到最适合的大模型 在保证性能的情况下呢,尽量的优化开销 那这里就关联到了它的定价策略 我们来开看pricing 在定价这里,它给到了我们两种方案 一个standard,一个是enterprise 企业的使用呢,需要联系它们的销售sales 来了解更多详情 我们主要关注standard 它的定价策略还蛮有意思的 我们来看看它的描述 它的计费是基于节省了多少钱 也就是说,当我们的一个prompt 由大模型经过neutrino API来完成的时候呢 实际调用的模型,它会产生一部分开销 那在此之上还会有个15%的AI的开销节省的费用叠加 这个15%的AI开销节省呢 是怎么表现的呢 是在这次的调用中最昂贵的模型会产生的开销 与实际使用的模型的开销之间的差额 因此呢,这里有一个15% 在standard这种计费模式下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有两部分组成 一个是15%的AI开销的节省费用 另一个呢,是实际使用的AI模型的开销 那换句话说,其实就是我们会使用到一款模型 那么这个开销会支付 另外呢,支付15%相对于最昂贵模型 所节省下来的费用 这个费用,换句话说 我们认为就可以是使用这个智能路由 所带来的开销 那这个是否划算 大家觉得是否有意义呢 也可以来评估一下 那我觉得抛开这个机费来讲 智能的大模型路由 给到了我个人一个非常大的好处 就是我不再需要去操心 大模型的API访问的申请 以及开源大模型的部署 我总是能够通过一个单一的API 就能够使用众多我自己想要使用的模型 接下来我们就来到Neutrino后台 看看它究竟支持哪些模型 在官方网站右上角 点击注册或登录 通过电子邮件或者Github账号 就可以完成注册 那登录以后呢 就来到了像我所分享的这个后台 目前我所分享这个呢 应该是它的Dashboard 在这里我们先来看看支持哪些模型 通过点击Credit Router 可以看到这里一系列模型的列表 是目前主流的一些模型 当然了更多的模型会不断被添加 那这也是目前官网他所介绍的 那现在这些模型呢都是比较主流的 我想应该还是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 如果还有一些模型大家需要使用的还不存在的呢 大家稍事等待或许未来会逐渐添加 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商业化的有开源的 我们常用的像GPT像LAMA像Cloud 那这也是我一直在申请的 他都已经提供了支持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通过使用这个服务 我不再需要去操心API的全线申请呢 就是这个原因 那现在呢我们就了解了他有哪些模型可供使用 接下来我们来到Prayground 简单的试用一下 我在这里呢已经测试过了 我们可以清空它 比如我在这里点击Draft Email 写一封邮件给我的BOSS 我明天会请假 我感觉不太好 好 这里呢就给到了我们回复 关于如何请假 嗯 重点是这里我们看看模型 用到了MetroAI的Metro 那接下来我会尝试让他帮我生成一些代码 我让他帮我来实现一个FFO的对列 用Python来实现 那么在实现完了以后呢 我们看看他用的什么模型 在这个场景中他就用到了GPT3.5 Turbo 这就是在聊天和绘画中通过不同的应用场景 他会智能的帮助我们选择最合适的大模型 那开销也显示在了这里 每一个问题的cost都会显示出来 包括latency延迟也会在这里 这就是他给到我们的智能化的路由的功能 在介绍完playground 那我们现在回到dashboard 那在这里呢我们会来创建一些router 这也是neutrino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概念 来看看他是干什么的 router允许我们定义一个模型的集合 collection 这样呢在问答中就会优先从这些模型当中选择最合适的 来做回答或补权 我们来创建一个 假如我现在期望使用loma2的模型来进行问答 那我可以有针对性的就选择这两个 要注意这里呢我们至少需要选择两个 选择这两个以后就可以下一步 在这里需要选择一个fallback model 也就是在neutrino无法智能的判断出去 用哪个的时候我们默认的一个模型 那我就选择7B chart 这个是AI provider configuration 我们就使用它推荐的 在这里呢给他提供一个名字 那因为这里我们用的是loma2 那么就叫loma2 router 这样好理解 这样就完成了router创建 在底下呢会看到这个新创建的router 怎么用呢 非常简单 在上面这里有个示例 这个示例当中是通过openAI的python SDK 来实现的 因为这个neutrino API呢 它的schema完全兼容openAI 所以它就简单的通过base URL的替换 配合API key 就完成了集成 API key呢是neutrino API key 我们马上会介绍如何创建 当提问的时候 我们会需要使用模型的参数 也就是模型名称 我们不再使用像GPT3.5 Turbo 替换它的呢就是我们创建的router 比如我们想使用loma2的模型 那就使用loma2 router 我们后面会有实例代码 来分享究竟是如何使用的 接下来分享一下API key的创建 在右上角这里呢有个API keys 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创建一个新的 已有的API key呢是无法再次复制的 因此呢一旦大家忘记了 可能只有删除重新创建 那我在这里比如创建example 创建它会给到我们这个API key 然后呢这个呢只会显示一次 这样呢就完成了创建 一旦我忘记了它我刚才没有copy 其实这个人就已经废弃了 那我就可以把它删除 好了这就是如何使用它的后台 以及router如何创建 那现在呢我们还不知道这个router 究竟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份Python notebook 来分享 Neutrino API key以及它router 能够为我们做什么 现在我所分享的呢就是一份Python SDK 在这里我们会分享几个应用场景 第一个呢是如何使用OpenAI的SDK 来使用Neutrino API 另一个呢是如何使用Loma index框架 来继承Neutrino API 最后我们来看看Neutrino服务 为我们提供的另外一种场景 也就是多个模型的评估 首先呢看看Neutrino API 如何基于OpenAI的SDK来使用 在这里呢我们做了几个参数的设置 一个呢是Neutrino的base URL 一个是API key还有router ID 那我们刚才已经在后台创建了API key 我并配置了在了这里 base URL和官方网站这里提供的这个base相同 我们用的呢都是它 实力化一个OpenAI的实力 作为客户端我们要提供的模型名称 就是咱们要提供的Leutrino ID 我们在这里把替换成Loma2 这是我们刚刚创建的 因此在这个ID下 所有的问答都会由Loma2的模型来完成 我们会看看究竟是哪个模型完成的 我们来运行一下这部分 接下来就是创建OpenAI的客户端 并做聊天补权 非常简单 在这里期望模型帮助我们设计一个slogan 为一款牛奶咖啡的产品来做 我们看看它会给到我们什么样的结果 可以看到结果还是不错的 给到了我们一些点子idea 大家可以从中选择 更重要的是我们来看看整个response的结构 在这里可以看到 它为我们选择了Loma2 7B chat这款模型 MetaData里面还有开销 这也方便大家在API的使用上自行做记账 这就是最基本的 如何使用OpenAI的sdk 来使用Neutrino的API 非常简单 如果想切换不同模型 我们只需要创建不同的router 并通过routerID来放完它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如何 在LomaIndex框架中使用Neutrino API LomaIndex框架提供了一个包装类 Neutrino 方便我们非常轻松的就能够集成 参数呢 与咱们刚才分享的一样 需要API key 需要routerID 那我们现在呢 就不需要去创建或维护baseUR这个参数了 因为包装类已经为我们实现 环境边呢 Neutrino API key 我们可以配置一个 这样呢 就不需要在这个 Neutrino包装类实力化的时候 还去传递API key 这个参数 我们仅仅需要router参数就好 那在我们目前这个例子当中呢 我们还是使用的 刚才那个routerID Loma2router 如果有兴趣呢 我们也可以来替换一个 比如我们可以尝试使用clothrouter 我们可以通过settings看看它的配置 它是配置的cloth模型 那Fullback model是cloth2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这里临时做一些调整 那在这里呢 参数就设置为clothrouter 这样我们期望看到结果呢 就是cloth模型为我们来做回答 那我们还是同样在这里运行一下 响应中我们首先会打印出它的模型 模型呢是在响应的raw字端里面的model字端 可以看到这里的回答呢是通过clothv1来完成的 底下给到了我们一些idea 因此可以看到在Loma index框架中使用 Neutrino API呢也是非常轻松的非常好用的 最后呢在这里我们还分享一个聊天补权的例子 聊天补权其实跟文本补权没有什么差异 区别仅仅就在于使用的是chart函数 来调用的大模型 那我们这里呢就不再执行 大家有兴趣呢可以根据视频描述中的链接 来找到python notebook 来尝试一下这些api 看我们所分享的呢是 Neutrino另一个挺有意思的服务 点击products model gateway 可以来到这里 这是一个单一的API 帮助我们在多个大模型之间轻易的切换 很有意思的一个应用场景呢 是用它来评估不同模型的表现 它可以帮助我们并发的 向多个不同的模型 发送请求 那我们向下翻 来到这里会看到一个简单的例子 是如何使用它 我们可以在模型参数中 当然这个例子呢是openei的sdk的应用场景 在模型参数中指定多款模型 当然了base ur还是指向neutrino的API 那在这种方式下我们就可以并发的调用多个模型得到响应 响应中会给到我们一系列的回复 这些回复就是不同模型的回复了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很轻松的调用多个模型 基于同一个提问看看他们的回答有何不同 那我们还是回到pathon notebook 来看一下这个简单的例子 在这里呢我指定了三个模型 一个是gpt3.5 turbo 一个是claw2 还有mixture这款模型 通过多个模型的调用 我们来看看它的响应是什么样的 我希望他能帮我写一个slogan 是为这个飞行汽车flying car 看看他们有什么创意 给到我们的响应里面 可以看到三个模型的响应 completion都给我们提供了 那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一次性评估多个模型 那至于evaluation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利用lanchon或者loma index 所提供的evaluation的功能来做 这里呢我们主要是通过这种方式 让不同模型同时给我们生成响应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 Nutrino AI所提供的API服务 那有兴趣同学呢可以来评估一下 至少在我的使用中我发现 他解决了我其实蛮期望得到解决的两个问题 一个是多个模型的访问 另一个呢就是cloud API的访问了 因为一直申请都没有拿到 好吧有兴趣同学评估以后呢 也欢迎到评论区来给我们反馈 究竟使用下来的效果如何 那咱们就下期视频分享再见 同学们拜拜